完美魔法寶 已經可以為您打造美的城堡 歡迎所有的觀眾 再次來到我們今天的完美魔法寶 把最美麗的資訊帶給大家 設計不同的單元 讓大家呢 每一集都覺得很新鮮很好玩 而且呢 今天要帶大家去的地方呢 是很Special 怎麼樣特別呢 為什麼特別呢 就是我們在 進行所有的比賽的時候 要怎麼樣的穿著 要怎麼樣的美化 要怎麼樣的化妝 才能夠贏得頭籌 然後吸引到全場的注意 當然還有裁判的注意呢 Oh yes 就在9月26號的時候呢 全球閩南語歌唱大賽 國際衛視呢 擔任這一次 美國海選的主辦單位 那麼當然 我們當天呢 人潮是非常的多 很多人都來看 然後呢 比賽者呢 參賽者呢 也是個個都是 非常的會打扮 我都是感覺 I love you 佩服佩服佩服大家的這個穿著打扮 當然造型呢 也是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分數 我們現在一起帶大家 到我們那一天呢 9月26號那一天 全球閩南語歌唱大賽的現場 看看大家是怎麼樣來打扮的 Let's go 天天的貴鳥啊 我輕輕叫一聲 忘記也知道啊 不堅寬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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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美國已經 在洛杉磯已經二十年了 哇 那是不是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玩美魔法寶呢 就是要看看呢 參賽者 到底是怎麼樣打扮的 怎麼樣打扮呢 在比賽的時候呢 可以Catch大家的ice 來你看我們這個秋萍呢 非常的亮麗喔 粉紅色的整個套裝 一個小洋裝 然後配靴子 然後呢 這個整個MECA呢 也是非常漂亮 頭髮也是非常漂亮 跟我們講解一下好不好 也沒有怎麼樣啊 就是我喜歡擦口紅 我也喜歡穿漂亮 每天就是穿著這樣子的 那是多久以前開始準備 半個小時吧 沒多久啊 那你在比賽之前的時候 你挑服裝的時候啊 你會特別去看看 是不是適合自己的這個穿著 自己的膚色呢 我是穿我喜歡穿的衣服 這套是我最喜愛的衣服 所以我就拿來穿啦 好就是最喜歡的衣服呢 就可以帶給你Good luck喔 我們謝謝秋萍 觀眾大家好 我是Sophia 我今天要唱的是 每人都剥我 請就直接講 Guten 好 不僅 下面 每天都在裡面 model 然後呢 我請你 先無 gal 數 我請ัne 我請你 我們現在在外景現場訪問到的 哇 我們今天的參賽者是最年輕的一位喔 來看看他的outlook 從頭到腳都是非常的閃亮 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打扮好不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ophia Chien 我今年20歲 那我今天的打扮是直頭髮 因為我覺得會比較年輕 衣服的話我選擇紫色 那配衣服那個皮膚顏色會比較亮 那也會比較飄移 那鞋子的話我選擇亮亮的話 有舞台效果會比較好 那就這樣子 好 那麼也要請呢 我們這個參賽者來跟我們講一下 最年輕的參賽者 你看才20歲了耶 對於這個閩南語文化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覺得閩南語歌是一個非常有 就是人情味濃厚的一首歌 那很容易表達人家的情感 我很喜歡 那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學閩南語的啊 16歲 16歲開始 所以你才學4年喔 就可以唱得這麼好 真是不容易耶 就是我不太會講 我不太會講 我只會學唱歌 就是會唱的 唱歌可能更有意境 那我們也要請問呢 欸你今天呢 一個人來還是跟朋友一起 我跟朋友一起來的 那家人支持你嗎 有他們很支持我唱歌 那像你同一個年紀的話 會不會有跟你一樣 都會說閩南語 會唱閩南語歌啊 有很多朋友他們都有在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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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訪問到一位男士要來告訴我們 這比賽要怎麼樣穿呢 就是如果男性的話呢 我想是穿標準的這樣西裝啊 帶領帶 這比較 可以讓這個大家 可以接受 這樣子 不要太特期的話的呢 那就 有些人 說不定喜歡 但是有些人也會不喜歡 所以你是走這個保險路線就對了 對那你覺得這個衣裝 那我看你的這個西裝啊 還有襯衫特別的挺 是不是都有之前都有先燙過 是 我太太為我特別 這個比賽要穿之前呢 給我燙過 對連這個從頭到腳喔 都是光滑的皮鞋 所以比賽呢 這男生呢 也要做準備 不是啦啦叻叻就可以出來了 當然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呢 一定會成功的女人 所以呢 太太的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完美魔法報 歡迎這次回來 剛才看到呢 我們所有的參賽者呢 都使出了渾身結束在打扮 那你想看他 這個比賽時候的情況 跟他的整體造型呢 其實是有關聯的喔 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等一下馬上會來看 這些參賽者的表演實況